東方航空客機墜毀現場 找到人體組織碎片 和相信是駕駛艙語音紀錄器的黑盒 已經送往北京進行分析調查 嘉援人員已經搜尋超過4萬平方米的範圍 還未發現生患者 搜索人員昨天下午 在廣西藤原東航客機墜毀現場 找到客機其中一個俗稱黑盒的飛行紀錄器 又找到部分客機殘骸和人體組織碎片 國務院就這次空難成立的調查組 晚上交代情況 調查組又說初步相信找到的黑盒 是駕駛艙語音紀錄器 調查組已將黑盒交由北京的專業機構解碼 預料完成解碼後 將會為分析判斷事故原因提供重要證據 調查組另外又動用專業設備 探測墜機現場地下 全面搜尋另一個黑盒 飛行數據紀錄器 根據失事客機和空管單位的通話記錄 飛機由昆明起飛後一直保持正常通訊 直到客機突然急降幾乎直插落地 但未獲客機回應 機上載有123個乘客和9個機員 原定星期一下午由昆明飛往廣州 在起飛後大約1小時聚位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進修是歷史悠久的山西民間刺繡 太原有武士獸法飛圍傳承人 結合秉熙繪畫 製作創新的作品 一同一看 來到山西太原飛圍文類小鎮 進修武士獸法第四代獸藝傳承人 武俊敏正在製作最新的作品 受到家人影響 他自幼就喜歡繪畫和刺繡工藝 1988年在太原器裝刺繡廠 學習了各種的戲裝刺繡要領 又將34年的刺繡經驗 和繪畫、紡織品和剪紙等相結合 首先畫圖稿、再透過苗圖畫讓、浸刺吉隆、漏印留痕、上棚架等工藝流程進行創作 過程中加以布藝和立體製作 將武士獸法的鐵布獸、納沙獸和三針獸等民間技法表現出來 為了創新 武俊敏在綿料裝飾市場尋找可以融合刺繡的材料 發現摒繪畫效果不錯 武俊敏設計製作以三針文化為創作內容的五台山和布魯虎普枕等作品 在山西省民族博物館展出 《無線電視記載》周海音報導 北京冬奧和冬殘奧會成功舉辦 帶動大眾參與冰雪運動 長沙有少兒冰球隊齊造冰場小用事 湖南長沙這間冰場裡面 黑龍騎士少兒冰球隊只是比賽 對戰的雙方年齡都在6歲以下 在場邊注視的神恩直李智克龍江是這個冰場的負責人 亦是少兒冰球隊的領隊 今年32歲的他由7歲開始練習冰球 由市級隊、省級隊一路打入國家青年隊 退役之後神恩直去年來到長沙決心推廣冰場運動 小學一年級的李木安學習冰球已經一年多 他認為打冰球很帥氣 我喜歡打冰球 我認識了很多小夥伴 我想去冬奧會打冰球 冰球是世界上最難的集體運動之一 廣球速度、體能、技巧、團體協作和快速分析能力 神恩直希望黑龍騎士有一天可以代表湖南 參加全國甚至國際賽事 亦都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兒童參加冰場運動 母親電視機者關可為報道 新疆阿克蘇地區有牧業村被村民以土地入股 轉型發展旅遊業增加村民的收入 新疆阿克蘇地區溫宿縣塔格拉克村 村民一早就開始忙碌 這個過去封閉的牧業村 經濟來源單一 村民收入低 前年起 村民以土地入股旅遊公司 將全村1500畝土地統一開放 打造天山花海等的景區 村民艾瑪爾將家親戶地 承包給旅遊公司 每某500元人民幣 去年獲得3500元的分紅 自己還在景區滑雪場裏做電工 我來到這裡 工資比較高 越來越高 生活越來越好 現在家裡困難也沒有了 村民艾瑪提因為沒有經濟來源 一直做家庭主婦 自從去到滑雪場工作 有穩定收入之餘 人都變得更加自信 在那時候我們家庭沒有輸入 爸爸媽媽給錢的時候我付了 利利古蘇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工作還是公司 一個月三千多塊錢 一年三萬多 新疆阿克蘇地區大力發展 塔川旅遊業 前年起先後引入滑雪場 玻璃滑道 民宿和星空帳篷等項目 打造了100處網紅打卡點 成功創造有特色的鄉村旅遊品牌 無線電視記者馬心儀輝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天同在香港考察的內地專家背面 就最新的疫情發展 和政府採取的措施交流意見 林鄭月娥感謝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全力支持 包括自上個月中開始 先後派出三批抗疫經驗豐富的專家道港考察 並在不同範疇提出中肯、無實的意見 林鄭月娥強調 雖然急升疫情明顯受到壓制 但特區政府絕不鬆懈 會繼續全民、落實 減重症、減死亡、減感染 除了採取針對性的檢測工具 盡早在社區找出感染個案之外 也會加強實施分層分流的治療和隔離策略 根據病情的緩急輕重 向患者、尤其是老人家提供適切支援 同時提升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種率 公布特別是針對中醫藥在抗疫方面的應用 我們已經向中央提出了 希望能夠委派另一隊的內地專家 來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 而這隊專家應該全部都是中醫的專家 中醫的專家都包括現在已經來了香港的張明德教授 他是廣東省的著名中醫 也是廣東省中醫院的副院長 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副校長 高醫生也跟張醫師近日都很多接觸 我們都同意在內地專家跟我們說 參考內地用中醫藥來抗疫 是適用於香港的 所以昨天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都不斷提出 他就說香港是應該充分借鑑內地抗疫的經驗 運用好中醫藥 為香港的抗疫開闢一條新路 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所以我深信有了另一支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中醫專家組 對我們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已經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對中醫專家來港 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 我們都同意在內地專家跟我們說 參考內地用中醫藥來抗疫是適用於香港的 所以昨天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都不斷提出 他就說香港是應該充分借鑑內地抗疫的經驗 運用好中醫藥 為香港的抗疫開闢一條新路 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所以我深信有了另一支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中醫專家組 對我們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